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岳飞 岳飞 紫鹏举 南宋抗金名将 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 战略家 民族英雄 他的词代表作《满江红》 小重山 是宋代词坛的重要作品 岳飞出身于普通农家 相传在岳飞出生时 有一只形状像天鹅的大鸟 徘徊在岳飞家的屋顶上 飞鸣不已 久久不去 岳飞的父母感到很惊异 便给儿子取名为飞 子彭举 岳飞出生于多灾多难的北宋末年 他从小就立定志向 要做一番大事业 重振大宋的雄风 于是 儿时的岳飞一边在田中劳作 一边挤出时间捧读书本 此外 小岳飞还拜师 学会了枪法和射箭 成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少年硬豪 当金兵节节侵入北宋时 岳飞热血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 投军临行时 岳飞的母亲声名大义地在他的背上刻下了 尽中报国四个大字 背负着这几个沉甸甸的大字 岳飞奋勇地投入了抗军的战斗中 一场场战争拼杀里 岳飞成长为杰出的将领 率领着岳家军所向披靡 令金国侵略者文风丧胆 就这样 岳飞成为了抗金斗争中最重要的英雄统帅 可是就在差一点就能驱逐走金兵的重要关头 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 岳飞却懦弱退缩 主张与金兵一合 于是岳飞一番复国的心血付诸东流 而他自己也被奸臣秦桧 以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罪名杀害 真是一代忠臣落得冤死的下场 令人痛惜非常啊 岳飞创作的词数量不多 但偏偏情真辞切 在词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岳飞词影响最大的两首就是满江红和小崇山 而这两首词风格惊异 从两个侧面反映着岳飞人生最重要的两种情怀 满江红写于金兵受挫 宋军战士好转之时 风格雄壮 岳飞在其中说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待我重新收复旧日山河 在带着捷报向国家报告胜利的消息 那种还我和山的壮志豪情 带给人心灵的震撼 而他的小崇山 显于他抗金事业受阻的时期 风格陈玉 岳飞在其中说 欲将心事赴摇琴 知音少 弦断 有谁听 想把满腹的心事都赋予摇琴之取忠 可是知音稀少 就算将那琴弦弹断 又有谁来听呢 那种忧愁难输的落寞心怀 也让人心中策然 岳飞的作品 总体来说 充满着积月高亢的忠义之气 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 好放与深沉兼距 凝结成此史上 无可替代的辉煌乐章 好了 岳飞我们就讲到这里 他的代表作 满江红和小崇山 后面的视频中会详细的讲解 现在就快去做题 拿金币吧 拿金币吧